还有椅子 满满一车的家具 从高雄市区立即送往内门小珍的家 小珍父亲二月突然往生 慈际志工协助丧葬事宜 更在关怀小珍时 发现她搬去与奶奶二伯同住 家中状况艰困 二伯因病卧床 原本就躺在人来人往的客厅沙发上 其实家里是有缺书桌的 所以其实社区的师姐 我们就去募了有书桌 还有二伯的电动床 患上电动病床 缓解家人照顾二伯的压力 起来 你要看电视 这样 二哥他要上校比较简单一点 至少他手会摆动 不然的话他连手都不动 人都不站不坐起来 对他的帮助也很大 小珍的桌椅与床都有了 加上之前志工送的笔电 读书利器都备齐 国中三年级的他终于能心无旁骛 为自己的未来努力 大爱新闻珍善美志工县 卢佳林芳菲高雄报道